接下来我要替刚才 对你抛出橄榄枝的贺东东 问一个问题 他说他对你很感兴趣 你今天来找的是 销售讲师讲解员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优势 或者有相关的从业经历吗 我第三份工作做的就是销售 当时是在北京的 一个大商场里面 做那个服装的 一个中高端服装的销售 对 那么在休息的时候 我还会去做一些 这个中高端化妆品的 一些接待礼仪 兼职吗 对 或者是主持人 都是兼职 对 你说的高端化妆品牌 是一线大牌吗 是 属于一线 你是给谁讲解 给客户 给顾客 对 你的那个成绩怎么样 销售的成绩可以 我做 我得过一次销罐 对 就是服装方面的 那你可以给我推荐一款衣服吗 那就可以穿 卖她身上穿这件吧 这位顾客你好 然后非常高兴 你能来到我们店 我看您气质特别的好 特别棒 是吗 对 我觉得你是属于职场中的精英 这边现在有一款衣服特别适合您 要不要看一下呢 什么颜色啊 是属于高级灰颜色 对 而且它这个款式 不喜欢灰色 我觉得灰色太老气了 可能有一些不太特别深入了解灰色的一些这个大众这个人们对它的一些潜表层的看法 但是你只要穿上它就会给你一个立马不一样的一个视觉效果 你们这款款式挺好看的 只有灰吗 我真的不喜欢灰色 因为我觉得我的肤色偏黄 我穿灰色特别难看 我们这一款它是属于这个限量版的 所以说只有灰色 那您可以尝试一下 当您穿在身上的时候和您看的时候那个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我建议您可以试一下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喜欢灰色 你是在质疑我的审美吗 我真的觉得灰色很难看到 好 那现在就像玩电脑游戏一样 摆在喝东东面前左右各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继续询问 另一个是离开店铺 我已经走了 两点 第一点我说了我不喜欢灰色 那我觉得你这个点接得不好 你一直在说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你在用你的个人观点左右我 没有专业的数据 没有高级灰的这种质地 跟什么衣服搭什么场合 怎么样去搭这个衣服 第二 我又抛出第二个问题 你只有一个颜色吗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 可是你说我们只有一个灰 你再给自己埋坑 你可以说我们其实还有白色 他没顺着那台阶下 对 你没有下台阶 就你给自己的难度增加了 我还需要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谢谢老师的指点 但是他还是有优点的 我觉得其实东东 他刚刚给他赋予一个 说只有这个限量款的 还是特别符合这个 东东的这个人设 他的定位有气质嘛 对吧 这个点是加分项 但我确实觉得你在引入这个 灰色推荐的时候 你太过于主观 没有站在东东的角度 这职场后面看到的 是否能够有变通了 尤其是销售 其实要有一定的变通性 当他你没 我就不喜欢黑色 你让我看一看 快点你气质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会匹配到你 各位我们应该鼓励他 把在酒店前台时候 表现出的那份善解人意 和变通性 平移到销售岗位当中 这样的话才行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 刚才东东老师给你的那个建议 是最中肯的 你确实身上呢 有你愿意去跟别人交互的 这种主动性 但是你确实缺少经验 你完全是进攻式的 在卖东西 尤其是你接触过 高端品牌的咨询服务 或者是这种销售 你应该有挖掘客户需求的能力 如果说你想往销售层面上发展 必须要找一个有专业人来带你的 你的学习力是没问题的 可以更好的完善 还不错 来 各位企业家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 河北苍州姑娘王靖 她今天来想找一份销售 讲师或讲解员的工作 期望薪酬是 8K左右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最好是在北京 好 来吧 有请我们的12位企业家 来看看 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还有11盏灯为你留下